一,没想你一次,天上飘落一绿沙,从此形成了扫哈拉,没想你一次,天上就掉下一滴水,于是形成了太平洋。 二,如果我不喜欢,百万富翁我也不嫁,如果我喜欢,千万富翁也嫁,一个朋友很好,两个朋友就多了一点,三个朋友就未免太多了。 只因,没有一个已经很好了,不必太多,如果实在没有,才有自己,好好对待自己,跟自己相处,也是一个朋友,读书多了,容颜自然改变,许多时候,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,都成了波眼云烟,不负记忆,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,在气质里,在谈吐上,在胸襟的无涯, 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,人,不经过长夜的痛哭,是不能了解人生的,我们将这些苦痛,当做一种功课和学习,直到有抑郁真正的感觉成长了时,甚而会感谢这种苦痛给我们的教导。 女人是一家钢琴,遇到一位名家来的,奏出来的是一支名曲,如果是普通人来的,也许会奏出一支流行曲,要是碰上了不会弹琴的人,恐怕就不争歌了。 七,如果有男生,要做一棵树,占着永恒,没有悲欢的姿势,一半在土里安详,一半在风里飞扬,一半洒落阴凉,一半沐浴阳光,非常沉默非常骄傲,从不依靠从不寻找。 爸,告诉你,不要怕,坏事既然做透了,练体干脆就厚一点,心虚是你自己的秘密。 九,爱情有如佛家的禅,不可说,不可说,一说就是错。 父亲,爱情如果不落到春衣,吃饭,睡觉,属前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去,是不会长久的。 真正的爱情,就是不紧张,就是可以在他面前无所顾忌地打嗝,放屁,放耳朵,留鼻气。 真正爱你的人,就是那个你可以不洗脸,不梳头,不化妆见到的那个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